虽说现在都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重男轻女,但仍然有很多家庭更加看重男丁。 那些家里没有儿子,只生了女儿的家庭,仍会被亲戚朋友说到,甚至还会有亲戚惦记他们家的财产。 不要觉得只有古代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现如今,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若是个清醒的也就罢了,还能扛住来自父母和亲戚的压力,过好自己的日子。 但他若是个性子软弱,且余孝的人,那他必定是守不住自己的家庭的。 在父母和亲戚们时不时的逼迫和洗脑下,他会逐渐认可他们的想法,并把自家的东西拱手相让。 这样一来,家里的矛盾会逐渐被激化,最终,他的婚姻与家庭,地定会分工离析。 到时候,他的父母和亲戚可不会收留他,只会骂他没出息。 宁倩就有一个重男轻女的奶奶,这个奶奶一直把他当成一个没用的丫头, 每次见了他,都会说他以后嫁到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人了,让他少花家里的钱。 宁倩虽然有疼他的爸妈,但因为奶奶的关系,他也没少受委屈, 而家里也时不时就会发生一次争吵。 其实,这些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就因为宁倩爸爸太孝顺, 且顾念着兄弟间的情谊,所以总会做出一些让宁倩妈妈生气的事情, 于是,夫妻干嫁的事情就是有发生。 宁倩的爸爸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都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 所以,他总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大。 因此,后来成家后,他也一直照顾着弟弟一家,弟弟结婚,找工作,买房, 他都帮了忙,因为这事儿,妻子跟他的关系闹得是更僵了。 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富豪,钱总有不称手的时候。 弟弟需要帮忙,他拿不出钱的时候,老太太就会来家里闹上一场。 老太太每次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么一闹, 他就是借钱,也得把这钱递到弟弟手上。 就这样,他就成了弟弟一家子的提款机, 直到他生了女儿宁倩,才有了一些变化, 他对弟弟一家不再那么大方了, 虽然还是会帮忙,但也会亮丽而行了。 这下可好,老太太开始把宁倩这个亲孙女当成了眼中钉, 每次来都要数落半天,有的时候还会偷偷掐一把。 后来宁倩大一些了,他倒是收敛了一些, 但嘴上却说得更难听了, 每次都说宁倩的爸要成绝户了, 以后都没人养老了,等死了, 还得麻烦侄子给他摔弹, 让他以后哨管家里的这个死丫头骗子, 让他对侄子好点。 要知道,这种话只听一次, 都是会影响到心情的。 这听了这么些年, 宁倩和宁倩的妈都受不了了, 两个人对这样的老太太是避之不及。 但宁倩的爸, 虽然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但却没有愿怪老太太和弟弟一家。 他对他们还是好得不得了, 这养大了他们的欲望, 也伤透了他妻子和女儿的心。 宁倩对爸爸的感情很复杂, 他知道爸爸爱他, 他也爱爸爸, 但他只要遇到他弟弟和侄子的事情, 就会变得没有底线, 有的时候还会让他受委屈。 每次想到这些, 他对他爸爸又是怨的, 他妈妈对爸爸的感情也同样如此。 宁倩也问过爸爸, 以后家里的财产是不是都要留给他侄子。 但爸爸明确地告诉他, 说在他弟弟和侄子生活困难的时候, 他会帮衬, 但他的财产只会留给宁倩这个宝贝女儿。 听了爸爸的保证后, 宁倩倒是轻松了不少。 但在宁倩的奶奶和叔叔的轮番搅扰下, 宁倩的妈已经不堪重负。 他觉得他每天都活在老宁家那一家子人的阴影下, 一天天的, 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丈夫虽然也顾家, 但对着那一家子也没什么办法, 总是要什么给什么, 他是真的受不了了。 他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看着那余孝的丈夫, 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样的婚姻, 摆脱那一家子, 好好过一回清静日子。 他都打算好了, 等女儿的婚宴结束后, 他就立马提出离婚, 然后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 妻子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 宁倩的爸也看在了眼里, 所以在家行事也变得小心翼翼, 对亲妈和弟弟一家子也不敢再那么大方了。 他看妻子态度一点也没有缓和, 就拉着他说女儿结婚的事情, 还跟他商量, 拿出二十万给女儿买陪驾车, 这一表态, 宁倩的妈对她的态度倒是好了一点。 买车的事, 宁倩和宁倩的妈倒是高兴了, 但宁倩的奶奶和叔叔一家子却不乐意了。 老太太听说了这件事后, 上门来闹, 对着宁倩的爸就骂, 说她侄子结婚还没房, 让她把那钱拿出来给侄子, 别便宜了那个赔钱货。 宁倩以为这次买车的事又要泡汤了, 但这次宁倩爸爸的态度倒是格外坚定, 说这笔钱就是给宁倩买陪驾车用的, 谁也不能动这笔钱。 老太太闹了好几次, 都没闹出个结果来, 就是宁倩的叔叔和堂弟都来闹过几次, 但都无功而返。 因为这件事, 宁倩再次证实了爸爸爱她的事实, 而宁倩的妈也因为这件事情, 看到了丈夫改变的契机, 也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宁倩的爸爸通过这件事情留住了妻子, 得到了女儿的如沐, 也让她亲妈和弟弟一家打消了 继续剥削她的念头。 通过宁倩一家人的事情, 我们明白了两个道理, 依孝顺老人是应该的, 但不能余孝, 余孝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矛盾。 中国自古以来以孝为先, 孝顺的人往往能够得到别人的称赞与肯定。 很多人说, 孝顺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所以, 选结婚对象的时候, 孝顺也是一个衡量标准。 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没错, 孝顺的人总比不孝顺的人好, 但选结婚对象, 千万不能选余孝的人。 余孝的人往往会不分对错地偏向自己的父母, 做这种人的妻子, 注定会非常累。 而这样的家庭就少不了矛盾, 男人觉得自己没做错, 是妻子不懂事, 但男人这种余孝的行为, 却助长了他父母的气焰, 他们只会越来越过分, 最后搅得男人妻离子散。 所以, 孝顺老人是应该的, 但不能余孝, 余孝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矛盾。 二生你恩斗你仇, 对亲戚好, 也要掌握好度, 不然只会养大他们的贪欲。 虽说, 现在这社会, 人情越来越淡漠了, 但仍然有很多人非常重视亲情, 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家人好, 就是对自己的亲戚也很好, 亲戚只要开口, 他们就绝无外话。 有的时候, 这种好, 甚至会损害到家人的利益, 就算如此, 他们也从不后悔。 他们这样的行为, 虽然会得到亲戚们的赞誉和肯定, 但亲戚们对他们的期待也会越来越大, 原本只是家里有困难时, 指望他们能帮一把, 但在他们的慷慨下, 这些亲戚们想要的就会越来越多。 到了后面, 这些亲戚们甚至会把他们的家产 当成自己的家产, 这就很可怕了。 所以, 收你恩斗你仇, 对亲戚好, 也要掌握好度, 不然只会养大他们的贪欲。